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誰來演戲 全新藝文節目 《誰來演戲》 由戲劇與主持雙七的 藝人納豆單綱主持 已經咖了 然後你旁邊工作人員就想說 欸你應該哭就結束了吧 結果他一拍你 就會完蛋 對 在銀光幕前揭開 莊凱勳 余子豫 黃建偉等 13位演員台下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納豆的主持功力一流 被傅孟柏大讚是 超級走心的訪問 深情訪談 還惹孤來賓 我不希望別人看到我是很糟糕的那一 欸我沒有想到哭的 因為主持綜藝節目表現亮眼 被定位成綜藝咖 但納豆不只主持 其實還很會演戲 大學讀的是戲劇戲 還拿過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接下誰來演戲的主持棒 納豆表示非常開心做這個節目 她也做足功課 錄影前都會先看過來賓 至少三到四部的作品 甚至把少雨薇的兩出戲 一共38集一次追完 我... 有過很多夢想 將在7月2號晚上10點半開播的 誰來演戲 是納豆大病出獄後曝光的新節目 備受關注 她也在粉絲專頁留言 要大家追起來 誰來演戲